好,那刚刚看到缝钮曼电脑的架构基本上跟CPU0很像 那其实我是画得比较细啦 一般的缝钮曼没有画得这么细 他就画处理器、记忆体、输出、输入 然后汇流牌就这样而已 接下来我们看CPU0它的指令集 它这上有四类 第一类是载入储存 第二类是运算指令 第三类是挑药指令 第四类是堆叠指令 那载入储存就像LD、ST LD是指Load、LOAD ST是指Store、STORE 那通常这种CPU的指令 通常会缩写成2到3个字或4个字这样 比如说LD就2个字 ADD就3个字 JMP3个字 布许4个字 通常很少看到4个字以上的 因为打起来很累 如果你要写组合语言 你要写一大牌 那很累 对不对 所以通常会缩写成这么少字 那但是就不容易读嘛 因为你一定要记住它这个指令到底是什么意义 不然的话你就写不下去了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用这种语言来写程式一定会很累 你现在可以用C-sharp随便就产生一堆四川的程式码 然后几乎没有动动手 然后就写完了 但是事实上你把那个四川的那个程式码展开成组合语言都是 都是有时候甚至是百万行的等级 那是很可怕的 因为有作业系统在里面帮你做掉了其中的九十九万行 然后剩下的是用程式自动展开再帮你展开成其他的五万行 你所要写的其实只有一行 所以 所以那个是完全不同等级的东西 好 那 CPU0的指令编码表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书里面或者是网路上 我都有放这一个版本 那它的 考试的时候先讲考试 考试的时候这个表会给你们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把它背下来 那背这个没有意义 那考试的时候我们这个表一定会给你们 但是呢 你就要想想哦 我们考试的时候呢 会给你指令一个组合语言程式呢 然后请你把它翻译成机器码写出来 请注意哦 所以这一点你一定要会 如果你不会写机器码 那反正我们还会出习题给各位写 好 把你翻成机器码写出来 不只是翻成组合语言 要翻成机器码 好 那这些都是它的指令 OK 什么是机器码 这个问题很好 就是电脑CPU看得懂的那个码 对对对 0101的那种东西 但是我们不会要求你写0101 这样太累了 我自己看了也会演花 所以呢 我们会要求你写出的机器码 是用16进位表示法写的 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A0 B5 C3 之类的这种东西 用16进位表示法去写 相对容易一点 只会容易一点点而已 好 那所以这门课你会碰到很硬的东西 非常硬的东西 好 而且你要了解它的架构 比如说 为什么要跳跃指令 为什么跳跃指令要这么多个 好 那每一个跳跃指令有什么不同 那为什么还有软体中段和呼叫附程式的指令 R1 T层的指令又是做什么用 好 这些你都要了解 为什么要堆叠指令 那堆叠指令做的什么事 那堆叠指令 为什么还要分两个版本 这些是 是我们后续会看到 那它的指令格式 你有了那个指令表 还不足以让你编出机器码 你还要知道它的格式是什么 比如说几位元到几位元 是用来做哪个码的 那另外的这些位元 又是用来做哪几个东西的编码 那以这个例子而言 这A型的话 它有三个暂存器参数 所以这个RARBIC 都是暂存器的代码 那你可以看到23到20 所以有四个位元 四个位元 为什么是四个位元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暂存器 从0边到15 0边到15 所以要占四个位元 对 四个位元才可以表示0到15 OK 就是16种情况 2的4次方 对16 16种情况 所以每一个都四个位元 那这已经对各位很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要求各位写X86的机器码 如果要你写X86的机器码 你一定会非常非常痛苦 因为它是变动长度的编码法 那我们这是固定长度的编码法 所以已经很好写了 那变动长度的编码法 而且它有一千多个指令 那你会搞得很糟 而且呢 都对不起 跟那个换成16进位之后 通通对不起 X86的 所以你就会搞得很麻烦 那这个相对其实是简单很多 好 那L型就只有两个暂存器参数 然后呢 这一型呢 一个暂存器参数都没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 OK 这为什么要编呢 主要是暂存器参数的 的数量 会影响到它是哪一型指令 那像这样 移动指令 MOV R1 R2 那它的意思呢 我们这个指令的组合码写法是 目标在前 目标在前就是说 我把R2移给R1 目标在前 那ADD R1 R2 R3呢 是目标在前 所以是把R2跟R3相加之后 结果放到R1 好 相减也是 R2-R3之后结果放到R1 好 那 逻辑运算的XOR呢 是把R2跟R3做XOR之后 结果放到R1 好 都是这个做法 那一位呢 就是把R2呢 左移4位之后 结果放到R1 那 比较呢 就是把R1跟R2 比较之后呢 结果放到哪里 这个比较特别 这个结果放到状态暂存器 好 状态暂存器 这SW就是R 这SW就是R 应该是11吧 S12 好 那 跳跃指令 就是根据这个内容 来做 做跳跃 那 这个条件是跳跃 就是要先比 看看上一次比较的结果 是大于还是小于 那如果是小于或等于的话 就可以跳 那 这个 载入指令 载入 就是把这个 记忆体位置的内容 载入到R1 那 储存就是把这个R1 储存到这个 记忆体位置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是组合语言 好 那 移动指令的 执行过程就是 你的暂存器 有这么多个 那把R2 移到R1 所以是把R2 移到R1 那中间当然会经过 控制单元的控制 他要求怎么样子去绕路 你才有办法 做到这件事情 因为 内部汇流牌也只有一组到两组而已 所以你不能够 无限的随便乱绕 所以直接连一条线过来不就好 那没办法 因为 这样你每一个指令 都要直接连一条线 你的CPU线就超级不得多 好 那这边呢 DDR1 R2 R3 就把 把那个 R2跟R3 加起来 加起来交给谁加呢 交给LU加 然后呢 再把结果存到 R1 那你就会看到 那控制单元做什么事情 控制单元其实就是 这几条线的示意图 也就是说 他专门负责控制哪些 哪些东西要留到哪里 然后再从哪里留到哪里 这是控制单元最重要的工作 控制单元就是专门控制 哪个开关要开 哪个开关要关 哪个资料从哪里留到哪里 OK 这是控制单元的主要工作 那减法也一样 R2 Sub R1 R2 R3 就是把R2 减掉R3 然后放到R1 那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 我只有写 这3 R2如果是3 R3是2 那3-2 结果是1 就放进去 好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下面还有一个编码 这个编码 E4 E2 3000 这就是 这就是他的机器 SUB 你可以从指令表上面查出 它是E4 R1呢 就是E R2就编成2 R3就编成3 然后后面呢 补满 用0 所以编辑基码看起来也不难 但是有记忆体位置之后 会比较难一点 好 那逻辑运算 SOR 也是类似 那只是 你16进位呢 要直接做逻辑运算 不容易看 所以你最好把它 环境原成2进位 像这个样子 然后再去做SOR 1和0 SOR就1 0和0 SOR就0 0和1 不对啊 应该是R2跟R3的结果 1和1 SOR 会变0 0和0 SOR又是0 1和1 SOR是0 1和1 SOR是0 1和0 SOR是1 1和1 SOR是0 所以是这两个SOR 会变这个 好 那移位呢 移位就是 就是把那个位元往左移或右移 SHL Left 是左移 那左移的话呢 就是这边是右嘛 这边是右 那往左移就是往这边移 所以R2呢 往左移就是左移四个位元 四个位元刚好是一个16进位 所以就把4呢移到 移到这边来 移到这边来 那最后补0 这就是移四个位元 好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的机器码是SHL 那主二元是SHL 编成机器码是11 11 这是从指令表就可以查得到 那这边R1、R2 所以是12 那最后这个4呢 因为它是 它是L 那个 那个 4的部分是编在最后 那这一个 这一个 CS就全部给这个试用 好 那 接下来呢 要稍微看一下 有一个很特别的暂存器 是R12 它是状态暂存器 这个状态暂存器呢 它前面 每一个位元 几乎都有特殊的意义 最前面是N 就是负旗标 就是 当 两个比较 结果是负的时候 所谓负就是 比如说 我把10跟15比 10比15小 10-15就是负的 所以这是负旗标 OK 那 Z是零旗标 也就是说 如果我把10跟10比 那两个就会相等 10-10就是零 所以就是零旗标 那 C呢 是进位旗标 那V呢 是异位旗标 这都是在你那个值 二进位的 的补数相加相减的过程当中 已经超过那个范围 数值特别大的时候 才会产生的 C和V OK 那 这里 剩下的位元呢 很大一段是保留 因为没有用 没有用到 那再来呢 这一个I 这是中段位元 那中段位元有很重要的用途 就是当你在设计 作业系统的时候 一定要有中段 哦 如果你的作业系统没有中段的话 那 你只能设计出一个 微控制器 你没有办法设计出一个 微处理器 各位 可以了解 微控制器跟微处理器的差别 微控制器就像8051 OK 微阻理器就像X86 或IA32 这里面的差别是 通常一个重要的差别是多工 各位如果修作业系统这门课 你们之后会修到 这门课 你就会发现 有一个东西叫多工 什么叫多工呢 你稍微看一下这个 就知道了 我现在我们的电脑都很强 强到什么程度呢 我开五个浏览器 八个PowerPoint 然后呢 五个Word 然后接一下 档案总管 然后一边还在编译 某个程式 然后它还是可以动 对不对 而且事实上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都不止这样多工喔 你看光是这里我就开了多少个东西 这每一个都还是可以动的 好 不止这样 处理程序里面 这些每一个都是一个程式 所以我现在大概有100工吧 多工 大概有100个程式正在执行 所以就是100工 好 好 那 那 当我一个电脑怎么怎么处理这么多程式 这就是中断的用途 你要想想看 如果今天一个程式 我CPU已经交给他了 他正在执行某个程式 而且他正在执行某个无穷回圈的程式 那个无穷回圈就这样子一直跑 就不出来了 那你的电脑 照理讲应该 除了那个程式以外 别人都不能动 别的程式都不能动 那为什么 看起来好像即使我写一个无穷回圈的程式 让他当机 结果我别的程式还可以动 当然有时候是真的不能动 像上礼拜我们就碰到了 上礼拜我们就真的碰到 那个因为防毒乱体 那就把我卡死了 就不能动 除了那个以外 就除了已经当机了以外 那通常你还是可以动 为什么 原因是有中断 这中断是在什么时候用的呢 就是当你作业系统 要把一个 控制权交给那个程式之前 他会先设一个中断 说 比如说0.03秒之后要交回来给我 OK 那当0.03秒之后呢 他自动硬体就会发出一个中断讯息 通知作业系统说 OK 现在中断了 然后跳到某一个位置 让作业系统继续执行 那这时候就把那个 已经当机的那个程式的控制权 就把那个程式抢回来 好 这个就是中断的用途 好 所以 各位在看这个 这个 各位在看这个的时候 可能要 要 比较 仔细的去想到 就是说这是中断 所以它是可以做CPU 而不只是MCU 即使现在MCU通常也有中断 有时候MCU有中断 只是有没有时间中断就不一定 时间中断就是 我设定比如说0.03秒 要回来的那种中断 有没有 这MCU就不一定有 那微控制器 差别主要在这里 还有它的速度 微控制器的速度通常比较慢 然后 那个处理器的速度通常比较快 但是这个界限正在模糊当中 像各位可能 你们有修过那个 Arduino之类的课 或单晶片 或者是8051之类的课 没有 OK 那如果你曾经 有上过那个课 你知道那种 那种处理器的CPU是很弱的 Arduino 或者是 或者是那个8051 是很弱的 那但是呢 X86这种就是很强的 但是问题是 问题是 现在的世界已经进步到一个程度 所以像现在 现在出了 Arm出了一个叫Cortex的CPU 那颗CPU呢 连板子全部弄好 再卖给你 大概只要800块 问题是那个 Uncortex呢 是一个 32位元的 全功能CPU 多核心的 然后呢 还可以让你 就是它基本上已经把速度强化到 要用13层的管线才能做完 所以它很强 那很强的结果只卖你800块 所以它可以拿来当微控制器 所以就有人用那个东西呢 来做一些 微控制器的板子 但是事实上它的CPU 几乎是 跟X86一样强 当然还没那么强 有差一段 但是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在上面写一个作为系统 控制500个装置 然后呢 就是只要靠你那一颗 那一颗 Arm的Cortex 的CPU就可以 那这里 就必须要 那个就已经 是一个 处理器等级的 微控制器 就有不同的 看法 那这边 OK 这个模式M呢 就是 处理器的模式 那它只有两个 可能 因为它只有一个位元 那0的话呢 是使用者模式 1的话是特选模式 那这做什么用 各位在作业系统里面 你 你会发现说 以刚刚的例子 我们设计 我们计计的时间动作 0.03秒之后 要还给我 那 这样子 还不够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 我今天呢 0.03秒之后 要还给我 他如果 他如果在这个中间 怎么讲 他去修改 要求那个 要求那个 时间中断的晶片 说 你不能中断我 那我们的要求中断 不就破功了 所以 他要要求时间中断晶片 不能中断我的这种指令 是不能让他做的 所以你至少要区分出两种模式 一种叫做使用者模式 就是那个比较低阶的模式 就是 就是 等级没那么高的 能力没那么多的 那一种是作业系统所用的 是特权模式 这样子才有办法 做到安全的防护 让那个 当机的程式 抢CPU的程式 不会一直抢着CPU 不放 还把你的所设的时间 都中断给洗了 那这个是 状态战存器 那我们 在 第二章里面 我们大概只用到 前面这四个位元而已 后面这些都用不到 因为刚刚讲的 比较多的 这其实都是作业系统的 那前面这四个位元 才是我们这张用得到 那比较指令 你可以看到 比较指令 CMP RA RB之后呢 它会设定 那个状态战存器 如果RA 大于RB的话呢 N 和Z都是0 也就是说 RA大于RB嘛 所以 既不是负的也不是0 所以 两个都是0 那RA 如果小于RB呢 N是1 因为RA-RB 是负的 所以负的取标变1 然后Z呢 不是0 不是0 所以就是 就是 0就是FALSE 就是不是 好 那如果 RA等于RB呢 N是0 Z是1 那 因为 RA-RB等于0 所以不是负的 是0 好 那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一旦用CMP做完之后 我就可以利用条件跳跃 JGT JGE JLT JLE JQ JNE 这些指令来决定要不要跳 所以要有这么多跳跃指令的目的是这样 那所以 比较指令 它的执行就是 像我把 R1跟R2做比较 那1和2比较的结果是小于 对不对 1小于2嘛 所以它的负旗标会被设起来 因为1-2是负的 0旗标不会被设 OK 所以结果呢 它 它就会去设这个状态暂存器 设成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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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你看这个8 8 8 是在哪里 8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1 其他都是0 OK 所以这个是1 N是1 所以是小于的状态 那根据小于的状态呢 我后面在做跳跃的时候 就可以跳了 就可以跳了 正确的跳 那跳跃指令呢 有条件式跳跃跟 无条件跳跃 这种是无条件跳跃 它根本不管你的状态暂存器是什么 我就是要跳 那这种无条件跳跃呢 就是 当我执行到 执行到 这个地方 002C的时候 我就请它往前跳30 跳30 那就变005C 这里都是用16进位 这里都是用16进位 2C加上30 就是5C 都用16进位的表示法 那这边呢 如果跳 用JL1 那它必须要是符合 小于等于的时候 它才会跳 才会跳 那你要看上一个比较的结果是怎么样 好 那如果是 有时候 我们如果不是跳跃指令 我们还有另外一类是载入指令 那载入指令 我就会把 记忆体 比如说这个0028 这里的内容假设 是0F0A C025 那我把它载入 载入到暂存器 那它就经过这个 Bus 会流排 然后经过控制 就是单元把它导入到这个暂存器里面 好 那儲存呢 就是倒过来 把暂存器的东西呢 导入到记忆体里面 好 那定子模式暂时先不讲 我们先来看 几个 几个 城市好了 这里 好 这里 先来看第三章好了 我稍微给各位看一下几个城市 不然的话各位一定搞不清楚 因为各位没学过组合语言 所以 我们这样子稍微来回跳着讲 好 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 我在 C语言里面 我是不是会写Y等于S 像这样的指令 OK 好 那如果我写 X等于3 那Y呢 没有射出值 那Y等于S之后 Y会变成3 对 好 那同样的 我在组合语言里面 我要怎么做到类似的事情 我要怎么做到类似的事情 我用Move R1 R2 R1 A 把R1的内容再存回A 这样子其实就达到了A等于B的效果 OK 那这种是组合语言 那有时候呢 你一个组合语言的程式呢 会变成 就是一个C语言的程式会变成很多个组合语言指令 比如说A等于B加C-D 那这时候呢 我要先把B载入到某个暂存器 然后再C载入到另外一个暂存器 再把这两个暂存器的结果呢 相加 相加像这个R2加R3就放到R1 相加 然后呢 再把他的结果跟R4就D相减 然后最后再把它放回A 那这个写成组合语言就会变像这样 你会发现一行指令就变成一堆指令 好 这是组合语言 那我先告诉各位 这个指令表在哪里 指令表 看一下 附入 在这里 看一下 哎哟 这个指令表居然没在这里 好 那各位 没关系 好 那这里 哎哟 我自己都忘记放哪里有放一份 好 这里 这里有指令表 那现在呢 就请各位开始写组合语言程式 那 哎 看 现在4点01分 可能有点来不及 好 那 下 下礼拜开始会让各位写 我先写一个给各位看好了 这样比较清楚 那 哦 来 这个是指令表 那 下礼拜开始呢 我们会让各位自己写一些程式 比如说 最简单的一个程式是 比较 X和Y的大小 那 把大的呢 放在Z里面 OK 这样一个很简单的取大值指令 取大值的程式要怎么写 那我们这边有很多这样的范例 比如说 if 的指令我要怎么做呢 做 放到组合元里面 你会发现我必须要用跳跃指令 要用比较指令 比较之后跳跃 然后再决定把哪个东西存进去 目标 在目标的变数里面 所以一个 一个像这样的程式 if A大ABC等于A 这样的一个取大值的程式 我写成C语言可能长像这样 但是 如果把这个C语言呢 翻成不能够有乙符的情况 就只能够有 GoTo和跳跃和有乙符 但是不能有Als这种 那你就必须要 必须要用GoTo去取代 那你用GoTo取代了之后 你就可以把它翻成组合元 像这个样子 那所以 下礼拜开始我们会 每堂课 我都出作业 那你作业当场 你要写 写完 那写完之后呢 我会再让 再发回去 给各位改 那让各位确定一下 你是不是会 那那些作业最后我会收回来 作为打成绩的参考 OK 那所以 各位 回去的时候呢 第一个 请你先把 投影片全部下载回去 看一看 至少看到我们教的这部分 那 00 01 02 都要下载 02 今天要下载到02 最好是全部一起下载回去 这样就不用再下载 好 那各位现在可以先 试着先去 把投影片下载回去 上传到 你的Dropbox啊 或者是 你的网路空间去 这样子 你 你 在之后 就比较容易看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